各位南岛鄉親,大家好,我是鄭怡婷,歡迎收看李維茨伯,禮拜六的南岛電風新聞 第三點,自南京每年吃頂住吃平安外島已經有275年的歷史,總是起因10萬人參加 但是最近有無限危險的疫情關係,經過廟宏林園不斷討論之下 加上外島現場是在給我,副定會來加強環境的消毒行進去,並且在二月九合如期基盤,吃頂住外島 每一年玩笑著過後,都26號,就是第三點自南京吃頂住吃平安外島的歷史 已經有275年的歷史,總是起因了9萬人參加 但是最近有武漢肺炎的疫情關係,經過廟宏林園不斷討論之下 並問過北京後,副定會來加強環境的消毒和情結 並在理會找到來努力基盤 現在全世界有傳染病,但是我們既然說為了最頂住這個 我們已經200多年了,所以我們就繼續繁榮 但是我們這個繁榮是為了整個環境,既然說是感謝他們來配合 整個清潔隊裝清潔、消毒、殺菌都做好 後來有另外一家,就是我們用清潔公司來裝消毒 我們明天兩個時候,我們在入口地方,我們會噴灑殺菌液 那個殺菌液是無味無錯的,大家也用分放先來吃這頂住 而且也有一間清潔公司,只聽到這個消息 媽媽想來提供刺濾酸水,讓工作人員每一個人帶一罐 來隨時下睡,而且也會在門口來設立檢查棧和消毒 嚴格自行處理民眾的安全 是一個分子水,那它裡面的主要成分是HCLO 然後再加上我們特殊的一個技術呢,所以生產出這樣的一個產品 廟方的一個工作人員免費每一個人都隨身攜帶一瓶 那在公眾的部分,廟方也會提供進來吃丁酒 跟出去吃好丁酒之後,回家的這個返程的路上 我們都有幫她做這樣的一個消毒的動作 廟方也表示,在這幾天 是不斷有情結對人員來進行環境的消毒以外 加上我當現場是在豪華 會讓人結在行處理民眾的儲物、消毒 也在今年特別提供外帶的服務 希望讓大家來歡喜吃丁酒,也吃平安 嚴格酸酸,差不多